LeoLusty,天氣中克星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越南人對上曲折羅人 這場我們下一次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10點方向的 Blaams選擇了越南人 越南人的特色是他有帝王戰矛的升級 而且他的射箭場的單位都有血量加強 包裝這個馬弓騎兵 馬弓他可以高達主射擊血 用起來算不錯用 後期也可以考慮直接打藤甲弓箭手 配上420血的精銳毛相夫 打法方面還是比較偏向於 攻兵讓位會比較適合一點 步兵單位有大長兵 所以要反制對方的遊俠或是若瑣 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整體玩起來越南人是非常強的文明 主要是因為他的經濟科技 有這個研發速度的兩倍效果 雖然不論是研發手推車 挖金挖石還是農田伐木 都是非常迅速的效果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3點鐘方向的viper 選擇到了曲折羅倫 曲折羅倫特色呢 是他的開魚尺會有兩個果樹蟲 那果樹蟲呢可以先吃喔 可以先把這個羊呢 放到這個魔防裡面喔 賣賣擠他的羊奶 所以可以看到viper這邊的食物會慢慢增加喔 算是一個不錯的效果 那曲折羅倫呢 他比較強大的東西是他的閃避馬 跟他的重裝駱駝 都是傷害比較高的喔 而且他有正常大落馬升級 後期呢也有砂地利可以做使用 那砂地利呢 是可以減免所有的陸地軍事單位喔 這個食物的消耗減免喔 所以用起來非常可怕喔 可以存下大量肉 然後多出點兵去壓制敵人 那後期呢也可以設打駱駝駝兵阿 或是駱駝 有那個前線位隊友近戰防護率還可以再加4點喔 但是他有一點要注意的事情是喔 他槍兵不能升級 所以要特別注意城堡時代 被斷金遊俠打一波打到頭破血流的問題喔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viper這邊是看起來地圖還可以 但這個黃金就有點尷尬囉 這黃金在前面有點難受啊 右邊這個黃金也是喔 看我們這個黃金是還ok 還有這個果子 整體來說viper的開局地形喔 算是很ok的喔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半浪史 半浪史這邊的地圖 看起來是有點微妙的喔 主精在前面 果子在前面 附精也在前面 另一個附精在後面 看起來跟viper是有點相反喔 但是他的附精比viper好上一點點喔 兩個都是在偏左右的位置 並不是靠正前喔 那木區的部分 半浪史這邊比較劣勢一點 只有左邊這個木區跟右邊這個木區可以用 這個木區可以當作沒有 要圍加的部分的話 圍得非常大才可以圍得起來 那viper這邊呢 其實也是差不多情況 木區也是這兩片的人 差不多很用 前面這兩片也是裝飾品 但是要圍加的話 viper可能會比較輕鬆一點喔 這邊稍微少圍一下 圍過來 這裡圍到底差不多了 好 viper這邊決定要來一個 17匹落馬開的樣子喔 這裡非常快喔 那最近我的蛇頭破呢 到了第三天喔 還在痛喔 所以現在講話還是有點大得斗 所以請各位多多包涵喔 viper這邊點下了一級伐木 看起來一級伐木點完 要馬上 點這個一級農田了嗎 好果然點完一級農田 viper最近的流程喔 大概是這樣子喔 那連HERA也是這樣子喔 點一龍一木喔 很少再去偷這個一級農田喔 以前這個META呢 都會說 喔這個一級農田可以不點喔 但現在看起來 不管是HERA還是viper 只要是直接選手們喔 他們還是會去選擇 點一下一級農田喔 一級有沒有一級農 這個撒農田喔 真的是 虧的成本有一點多喔 好 那現在肉馬過來看一下 好這邊 洛琢 差一點 槍兵戳到了viper的肉馬一下 好目前看起來 viper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問題是 該怎麼防守呢 這邊肉馬 繼續繞 喔 肉馬三級過來了 防守是一家問題 家裡沒有圍死 先圍個支援點 可能會比較安心 但是viper想要先發智能 結果已經圍好了這個木牆 viper沒有辦法直擊 支援點村民 好 viper這邊來不及圍 三隻肉馬直接上去 但是viper第一時間回擊了回去 好那前期的部分 就是肉馬 打肉馬 你殺了我 我殺了你 但viper這一村被拿下 第二村也有機會嗎 牆壁還在繞 工兵努力點掉 但是這邊村民直接被打死 幫死開局 拿到了村民雙殺 非常的讚喔 到viper這波也想要硬上 結果viper也拿掉了一村 好 肉馬開局 就是這麼的有優勢喔 那現在兩邊都是轉出了工兵 做防守 跟反制 對方槍兵的路線喔 好 點了一個兵工場 viper是這邊想要打一個速攻戰法 點了一擊射 好 這裡木區可能會先拿工兵 稍微控一下嗎 好這邊打算直接走進去 不控你木區 好左邊沒維持 家裡的兵剛剛有點斷 大人士這邊重新補下槍兵 好 外婆的工兵也在補 但肉馬沒有補了 好這一波 外婆會打 工兵第一時間點掉槍兵 槍兵在原地巡邏 後面的肉馬再繼續輸出 肉鎖似猴倒下 三隻工兵還在輸出 但一直被後面的工兵射 有點血虧 OK 血量掉的有點多 viper這邊又賺到了一村 這一波不虧了 只有抓一村 就是賺 viper還在秀 這一村能拿下嗎 如果可以拿下的話就不錯 OK 拿到三村 viper是有拿到三村的經濟優勢 是稍作理先喔 那巴拉斯這邊剛剛打鬥的關係 城市中心稍微有閒置 了一下喔 好兩邊是幾乎同時點下了 城堡石袋 看一下這一波viper一走進來 又射穿了巴拉斯的村民 哇沒想到這三村這麼的狠 再次射爆 這裡要再補一個採礦地嗎 哇這個村民有點危險喔 看起來巴拉斯也操作不過來 裡面其實是有工兵的 殘血的 轉了一隻毛兵 結果這三隻工兵 又抓掉了一隻村民 總共是抓掉了兩村 加上一隻工兵喔 非常的划算喔 好這就是viper的手術 非常的狠 那接下來 32村對37 巴拉斯當然也不是泛泛之輩喔 我們來看一下 他應該會開個3TC 開農路線喔 而且巴拉斯這個文明 經濟型文明 不開農對不起他 這邊可以考慮把房子低了 往外開城中心 去熟記的附近 右邊直接補了一個新的 現在viper也打算要開3TC的樣子喔 直接補在了右邊 先剩了一個戰毛兵 巴拉斯這邊二級射 頂下去了 奴賓三級還沒有 並沒有打算要走 這個馬攻路線了 好左側的位置 弱馬 這不是弱馬 閃避馬過來 看了一下 哎呀你果然出來開城鎮中心了 這個位置真的是風水寶地啊 好 好 巴拉斯公兵繼續戰 城鎮中心蓋好 現在3個城鎮中心 繼續農 viper應該暫時不會大打出手 但應該是有看到這隻騎士喔 在外面繞嗎 沒有 他是看到這個死角 沒有看到 好先補一個修道院 好兩隻閃避馬 再找這邊攻兵的路徑 哎呦好像看到了 哎呦蛋白粉不敢上 沒有一級馬鎧 打起來怕頭破血流 好正面的部分 戰毛兵 被返制了一下 但是有修道院 騎士趕快拉走 好閃避馬再過來看一下 兩邊都是一個威死啊 看來不會有 碰撞 激烈碰撞的畫面了 這樣就是你偵查我我偵查你 我們兩邊就一起農吧 好那巴拉斯這邊點下了手推車 可以看到他點的時間非常早 27分鐘前 就已經點好了 巴拉斯這邊只是點下了 欸手推車也點下了 兩邊都有手推車 哇 那沒想到 越南人這邊的經濟 居然沒有領先viper 這就是viper的經濟 比較神奇的地方啊 明明驅逐人 到了後期的經濟 並不是那麼的亮眼 但是卻可以跟越南人經濟相比 viper的經濟配置 一直都是令人值得學醒的 只要你能學得起來 viper的經濟配置 哇 那你在打比賽 如果在對農情況下 優勢就很大啊 好那現在巴拉斯 優先點下了地龍時代 viper這邊稍微慢了一點點 大約慢了50秒左右 或40秒而已啊 好兩邊到了地龍時代 才想要決戰啊 ok看一下這一波 高地補了一根寶 射爆這隻弱鎖 城堡補在中間高地 viper這邊加毛病過來 稍微打下村民 但是完全擋不住 發展史 越南打算要打出大象開局 那就是大象開局 一定要先點下洽特拉傘 這個銀貫科技啊 銀貫科技點下之後 就可以 瘋狂踏了 血量加100D是加非常非常多的 好那viper就很尷尬了 如果要打這些大象 自己就只能用駱駝反制了 他沒有槍兵打 阿拉斯已經對準了viper的 這個文明的弱點 進行重點打擊 你沒有槍兵 你用駱駝吧 但你用駱駝也不一定打得 火車大象 這就是viper要面臨的難題 出駱駝不退 出駱駝不退 出駱駝也不退 或者是要先點下 前線位隊才有優勢 或者是還要再點下 生旅科技才能打定 但是屈折羅倫這個文明 是沒有印刷技術的 所以招強勝城內 並沒有優勢 所以這一點 有一點好奇 viper會有什麼用的方法 去反制這些大象 我們可以看到大象這邊 血量基本上看起來 沒什麼在掉阿 血量真的太好 反而是駱駝這邊血量掉得很快 精銳毛槍服已經升級好了 升級馬卡還在夠 OK 現在viper點下動裝駱駝 不出駱駝不行 補下一個魔防 現在城堡操作夾住 驅逐羅倫他是有火炮的文明 viper這邊可能要找個機會 會點下火炮 會比較好反擊 這邊的巨型頭實機的壓制 好 駱駝直接用數量壓制 這邊大象大象倒的速度很快 增傷駱駝 就是這麼的麻煩 而且還沒有變重裝駱駝各位 細節喔 細節喔 要是變成重裝駱駝 大家會打大象會更快阿 好 viper這邊 等一下精銳變成升級 雖然人這邊則是開始慢慢轉出 橙甲弓兵 橙甲弓射駱駝效果還不錯 viper使用大量駱駝 直接手撕了三台巨型偷襲 後面巨型偷襲還在出 好看來打分時間用駱駝 A死大象了 來看他打他大象一刀多少滴喔 哇靠 這個230滴是不是 204 175 欸 數學快暈轉 29滴一刀 OK 29 29滴一刀 那再點下二攻的話 這就是30滴的喔 OK viper現在全是 生滿13滴一刀 那打這個420滴血的大象呢 但是現在 恰特拉傘居然沒有點 What the 你玩大象卻不先點銀罐 What the 怪怪的怪怪的 怪怪的 這個 不太最近 反而是先升級了大槍兵 他是不是覺得駱駝沒料了 但我怎麼覺得 再繼續出下去也不會太差的感覺 好 viper這邊轉出了一些閃避馬 哇 viper剛剛用大量駱駝指尖搞定了 精銳毛相夫 現在轉出一些閃避馬 想要反制成甲弓 但是這些大象好像有點麻煩 先拉了一些駱駝過來做處理 後面想要來挖金礦 閃避馬抓到了 好 viper這邊已經有點下銀貫薩低利 所以現在不管出肉馬 還消出閃避馬或是駱駝 價格都是非常優秀的 中間這裡 這根城堡要開始嘗試進攻了 巨型頭吃衣有再繼續準備嗎 好 先準備了大落馬升級 抓掉了一些村民 不然是也拉了一些大象過來 阻止viper來過來挖黃金 好viper這邊還點下步兵鎧甲 難道是要走還刃頭子手嗎 欸 通常去著羅 點步兵鎧甲 就只會走還刃頭子手 現在他的劍兵性也不是很強 沒有劍兵勇士 重點是也沒有三弓 也沒有這個軟甲技術 通常這個步兵鎧甲都是給寶兵 反正頭子手使用的 好 但viper這邊又回頭轉出了三級射 跟二級弓 轉出來的科技是有點耐人尋味呢 好 左邊的拉雷過頭過來給巴斯壓力 在這邊巴斯上四強防守得很好 這鎖鎖鎖暫時切不進去 好這邊城堡小硬蓋 82%霸3 霸4.5停下來 85-62 哇靠 viper這個城堡變成到城堡了 變成隊友寶了 哎呀 這個有點難受了 好 好槍兵過來 收掉了一些肉馬 好在毛兵 這邊嘗試 把這個槍兵給丟回去 好 三隻毛巷夫 還在輸出 還在輸出 那現在後方的六隻城甲 跟六隻槍兵 可能要撤退了 但是弱鎖這麼多 有機會打得已嗎 來看一下這一波 這波交戰 第一波弱鎖倒了兩隻三隻 但是大槍先倒地了 槍兵也是陸續倒地 而且城堡蓋好 這邊並不用搶走了 全部拿下 viper是最後損失了五隻駱駝 OK看到這個情況 viper突然轉出了還人頭之手 為了就是要反制對方的槍兵 但我怎麼覺得 去走羅這邊直接走火槍就可以了 走火槍的話 打大象的傷害也不差 打步兵效果又很好 走還人頭之手的話 打大象就是在刮殺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挺納悶的 感覺走火槍更萬用一點 好 這一波大象繼續在前面享用給壓力 壓力給的很足夠 幫他始終意識到自己大象扛不住的原因 卡特拉閃終於補下了 這個科技這種便宜 到這個時候才點 肯定是忘記了 肯定是忘記了 好 這一波衝進來 好 viper現在的轉兵有點不太 不太妙喔 反刃頭之手是很難應對這種情況的 要打大象又要打槍兵 我覺得反刃頭之手真的不是一個最有解的選項 好 viper現在正面果然打不贏了 果然打不贏了 這一把viper 可能太想要玩反刃頭之手了 我怎麼覺得玩到要把自己給玩輸了 不太能打得贏了喔 槍兵 加上這些大象 原來這個組合 說白了 就是機動性好 可操可操作性強 但缺點也很明顯 打錯東西 就在刮殺 所以viper一定要盡可能的 去操作反刃頭之手 才能把他的價值給打出來喔 好 大量強兵從中間這個洞走進來 但是viper沒有第一時間把反刃頭之手 拉過去做處理 viper 駱駝跟弱馬快要被戳爛 viper剩下反刃頭之手 放在中間的位置 但是大象還在夠 巨型投資機還有食材 等於viper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班納斯拿下比賽的勝率 哇 果然阿 這個一出反刃頭之手 就沒轍了 就沒轍了 感覺viper是有點硬要喔 但不得不說 這個驅逐的人 遇到對方走大象的時候 是非常難打的 而且 班納斯這把打得很好的地方是 這裡有上大師牆 讓viper沒有辦法做一個多線自習騷擾 那雖然後面剛剛有一些騷擾到一些跡象 但是正面扛線阿 對於大象 來說 驅逐的人還是很難解阿 可能還是要多靠生理的招想 跟緩任頭之手 欸不是緩任頭 火槍兵跟駱駝 去做出一個搭配 可能會更好一點喔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刷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